优扬的琴声缓缓流出抚慰人心 11号上午台中医院大厅变得很不一样 数十位学生和小朋友带着自己拿手的乐器 有小提琴和钢琴等 现场开启了小型音乐会 优美的旋律立刻吸引不少民众停下脚步来欣赏 因为我是来在这里就帮人家照顾小孩 所以看到你们办节目我们来在这里要看 有没有觉得比较放松 有啊很放松啊 为什么 因为人家要放进去 你们办活动当然我们很开心啊 就看到他们的笑容 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有一个演奏的机会 就觉得很开心 学琴两年多 那他也参加过就是外面的比赛或是表演 那第一次来到医院做一演是第一次 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好的经验这样子 所以还蛮鼓励他来 这些表演学生大多来自音乐屋室内乐团 最大的高中最小的只有幼稚园 因为喜欢音乐分享的感觉 因此在医院骨科医师洪宗贤的号召下 放弃暑假玩乐的时间 到医院响应这场行动音乐会 希望透过音符来抚慰病患和家属的不安情绪 活动的其实我们都是采轻松 随意小型的音乐表演的方式 那包括音乐屋教室 还有一些吉他团体 还有一些甚至我们八月份 还有医师工会的音乐协会 他们也会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自己深受感动 很多病人也都写信给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启发跟安慰 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文活动 所以我们会继续办理下去 目前这项活动发起后 收到不少音乐团体响应 每周一四的表演场次 已经排到了八月底 让自己的才艺有发表的舞台同时 也把音乐的美好带给更多需要的民众 记者李嘉台中惨到